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跑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國大選進入最後關鍵倒數74天 民主黨今天全代會正式提名了賀錦麗 賀錦麗公開演講 強調我們要一起追逐美國夢 而這一場選舉打得如火如土的同時 彭斯投書了華盛頓郵報 強調台灣不能落入中國手裡 同時美國第七艦隊 昨天公布了驅逐艦穿越台灣海峽 這是今年以來第五度的軍艦穿越台灣海峽 而跟川普競爭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海力 事實上這個時間點人也在台灣 那公開演講當中 仍然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也支持台美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賴清德在公開的演講也回應要強化台灣的國防力量 好追回和亞太的軍備競賽 還在進行的同時俄烏的戰場 事實上也還在變化 那各界高度關注 烏克蘭的大反攻也會影響到今年美國總統大選 跟這一個拜登的歷史定位 同時經濟學人還做了專題 專題分析賀錦麗的經濟政策 那這裡頭判斷說賀錦麗的相關政策 恐怕仍然沒有辦法解決美國的通膨跟國債的議題 而這也使得民主黨跟共和黨這一回合的選戰打得非常激烈的同時 經濟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而今天在賓州州長也有公開的言論 他說在賓州川普跟賀錦麗的民調跟選情 非常的逼近五五博 不過在中國經濟方面仍然全方位的惡化 後續還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林廷輝 大家好 再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是吳文傑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我剛剛講美國的這一個軍艦 今年以來第五次穿越台灣海峽 而在國內事實上總統大選打得如火如土 今天登場的是民主黨正式提名賀錦麗 好事聰剛剛看到的是賀錦麗在民主黨全代會的演講 她正式接受提名 那這一個今年的美國大選打得五五波的同時 其實第七艦隊的軍艦 昨天仍然穿越台灣海峽 對沒錯 這個賀錦麗在民主黨的這個全國代表大會裡面來說話 接受了這個提名 所以正式現在民主黨跟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都已經確定出來了 那出來的話 當然美國總統大選要進入接下來的 從這個九月中的這個辯論 一直到接下來的投票 會進入一個白熱化的階段 不過呢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台海的局勢呢 還是目前為止是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那尤其是這幾天的時候呢 海力來到台灣 海力就是美國駐聯合國的前大使 他也跟川普有競選過這一次的這個共和黨的提名 雖然說他最後的一刻還是挺了川普 不過他顯然在台灣問題上面來說 跟川普的主張或許有一些不一樣 那這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除了他有發表論壇之外 他還來這個見了我們的這個賴清德總統 那他講了幾句話 第一個 他認為面對中國可能的這個侵略的時候 要超前部署 而且要強化同盟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事實上在前幾天的這個凱達格蘭的這個 這個論壇裡面他講到他說中國 中國因為一直在增加他們的國防經費 所以他認為中國終有一天有能力拿下台灣 所以美國或是全世界要超前部署跟強化同盟 這主要原因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狀況 另外第二個他認為說要讓美國知道 為什麼要關心台灣 這裡面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他認為說 包括說美國的 台灣的自己的 包括說像自己在地緣政治上面的問題啦 然後在這個晶片上面的這個問題 他認為說應該讓美國人更加明白 為什麼要防衛台灣這件事情 第三個他認為說 台灣的民主非常可貴 他認為說台灣有一群勇敢的人民 然後瞭解自由還有民主的這個重要性 然後他說中國共產黨所展現的是 這個極權跟壓迫 然後用這個壓抑人民的方式展現他的權利 所以他認為說這是個民主之間的這個 民主跟這個所謂極權之間的對抗 那同時之間他還強調道德問題 他說呢在COVID-19的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台灣呢是勇敢的揭露中國的疫情 然後跟全世界站在一起 但是呢中國卻沒有警告這個相關的疫情 而且導致了數萬數百萬人上升 他說中國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為全世界負責 所以等於說從很多方面來表達 為什麼要挺台灣的這個立場 好那當然賴慶德總統呢 除了感謝說他對台灣的這個堅定支持之外呢 他也講到因為他說美國應該會很重視台灣自己的防衛 所以他認為說要以備戰 然後來達到備戰的這個狀況 同時之間呢他會跟這個強化我們台灣的國防還有任性 然後會跟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好那就是海力來訪問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釋出的這個訊息 好那當然啦目前為止來說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呢還在持續的深化 這幾天的時候呢英國的金融時報有一個報導 他說我們這幾天的時候呢 我們台灣的外交部長林佳龍 還有我們的國安的這個高級顧問 就是吳釗燮事實上是國安會的這個秘書長 他們他們在這個禮拜來到美國去訪問 然後他說是賴清德的這個就任之後 第一批訪問美國的這個台灣的高官 那他就認為他這個主要的這個金融時報報導是說 透過這個所謂的美國的特殊管道的秘密會議 那這其實其實存在非常久了一段時間 從2021年的時候金融時報就有披露 當時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 就已經到美國的馬里蘭州去見這個保密的會議 因為就規定是不能夠進到這個DC裡面去嘛 然後後來到2023年的時候 吳釗燮又跟他當時擔任國防部長 他擔任了國安顧問 就是說我們現任的國安部國防部長顧立雄 他們有在維吉尼亞州跟美國的官員見面 所以等於是說 這又是這個金融時報的再次揭露 那這個當然可以證明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還是持續在深化之中 另外一個就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彭斯 因為彭斯在說他這一次的這個總統大選裡面來說 他似乎是還沒有這個明確的表態 站在這個這個川普這邊 甚至他還質疑川普的立場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這個共和黨的另外一個大佬佛納 他們這個投書到這個華盛頓郵報 那華盛頓郵報他們講什麼呢 他們就說呢 因為川普其實在之前他曾經有說過一件事 他說這個因為台灣距離美國有9500英里 那距離中國只有68英里 所以協防台灣非常的困難 所以他是針對這一點來駁斥川普的說法 他說呢 這個對我們距離對我們超級強國算什麼呢 他說美國要確保台灣的自由跟安全啊 為什麼他就說 這個過去一段時間呢 在1950年代的時候呢 這個麥克阿瑟呢 跟當時的美國政府刺警說 如果台灣被刺化的時候 會帶來嚴重的效果 嚴重的後果 會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威脅 後來美國政府就採納了麥克阿瑟的這個意見嘛 這個第七電隊來協防台灣嘛 同時之間有介入兩岸之間的問題之後 結果台灣就變成是美國印太戰略的一個基石 所以他說目前為止 這個台灣還是一樣的重要 另外他還說什麼 他說我們這個華盛頓距離這個諾曼地 有3700公里 然後距離硫磺島有7600英里 然後距離阿富汗有大概7000英里 美國還不是投射兵力到那個地方去 美國還不是介入了第二次大戰的這個 這個諾曼地的這個海灘的登陸 然後距離硫磺島那麼遠 他還不是打了硫磺島戰役 然後往原本要往日本本土去挺進 然後阿富汗還不是一樣 所以他說根本沒有這個道理嘛 尤其他說台灣的晶片還有台灣的本身的這個地理位置太重要 所以他認為他駁斥了這個川普的所謂的孤立主義 他說如果一旦呢台灣淪陷的話會威脅到台灣全世界的安危 所以他等於是發出了如果萬一川普會當選的話 他對他的一個看法的不一樣的這個表態 好那當然啦現在大家都在重視說 這個除了他們兩個的川普跟這個賀錦麗兩個的經濟戰略之外 大家重視的是他們兩個之間的未來的這個對外的關係會怎麼來營造 當然因為賀錦麗他過去一段時間就是跟在拜登身邊嘛 所以他既然跟在拜登身邊來說話 這個目前為止美國的智囊或是美國的觀察家都認為說 他可能就會繼續用拜登的方式 那尤其是拜登身邊圍繞非常多的美國傳統建制派 或是美國外交體系的相關人員 可能賀錦麗或許會再持續用 那持續用的話或許他還是會跟這個拜登目前的戰法是一樣 就是盟國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或許是賀錦麗可能的做法 但是呢對於這個川普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會對於盟國會有不一樣的意見 尤其是他們在評估台灣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很多美國的這個相關的智固就說 其實他可能不會說單獨來考量台灣的關係 他會把中美關係擺在前面之後來考量台灣的關係 也就是說他不會單一量化台灣自己這個問題的本身到底多重 他不會這樣說 他會把它納在中美之間的一個大戰略的一個框架下面去看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說的話 可能呢未來就會比較不知道他的這個確切做法會是什麼 另外就兩個人的副總統來評估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他們都認為說這兩個副總統呢其實對台灣都相對友善的 尤其是華茲這個這個賀錦麗的副總統華茲 他曾經到中國去 但是他一再表達對於中國人權的這些相關的憂慮 這個部分可能也是會繼續執行 另外就是范思 范思他在出任這個副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也表達了對台灣的支持 尤其是他認為說台灣應該要拿到更多的愛國者飛彈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其實現在反而在兩岸 這個兩岸關係或是未來的這個台海關係跟美國關係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川普會是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其他人的變化幅度或是說挺台灣的這個狀況其實是沒有變 那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這個這個彭斯要出來質疑川普你的孤立政策 甚至這個海力要到台灣來再次說明對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很大一部分川普上台之後的確會帶來 這個台美或是說像中美關係會不會有變化 當然我們要觀察 確實美國大選這回合打得非常激烈的同時 美軍第七艦隊能然公布昨天驅逐艦穿越台灣海峽 那當然印太事實上實質進入超級軍備競賽 好明傑剛剛看到印太進入軍備競賽的同時 美國軍艦第五度穿越台灣海峽 對美國一艘這個DDGE是這個伯克級的神盾艦強身號 那22號就是昨天那再度穿越台海 那是今年以來第五次 那這個動作其實充分顯示說這個中國的基艦 在今年以來提升對台這個施壓的強度 那跨越台海中線的頻率越來越多 那表示說他想要透過基艦來封控台海這樣的企圖 那完全被打破 那也就是完全擋不住 包含像美國還有其他各國軍艦 要穿越台海的這個動作 第二個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中國基艦對台施壓的動作 反而引來更多其他國家的軍艦聯合美國 那來頻頻穿越台海 那我們看到除了說這個美國軍艦之外 那先前包含像加拿大還有像這一次最新的是說 德國也有兩艘軍艦即將9月要穿越台海 那個不要講稍早前這包含連荷蘭 那還有包含像澳洲的軍艦也都穿越台海 那表示說這個中國基艦在台海 這樣的等於說封控的這樣的動作 反而是導致反效果 讓國際更關注台海的安全跟航行的自由 那還有很重要就是說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共機 那馬上昨天跟今天其實公布的數據 也顯示說這個共軍的大家引發共軍的跳腳 那總共出動了總共41架的共機 那海上有7艘的軍艦這個規格 似乎等同他先前不斷宣佈用這個聯合戰備進行的規格 不過這一次還是一樣 對於這一個美國軍艦穿越 他不敢像去年6月其實那時候曾經 用這一個052D去逼近美國另外一艘這個 伯克吉仙頓進只有137公尺 反而這一次你如果從他 公布公布航路圖來看 那我認為美國軍艦穿越台海 其實對共機共艦絕對有這個莫大的驅離效果 因為他的航路可以看得出來 相較過去平時來講 他是共機不敢更接近台灣的空域 還有包含上海上的軍艦也是 當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還有這兩天其實台灣的軍方 也在舉行實彈的這一個射擊的這個測試 那一共打了這一個包含像 陸射的不管是艦2飛彈 或者是空射的AM120中程空對空飛彈 甚至這個對海的雄3超音速反艦飛彈 那甚至愛國者2型這些防空飛彈 那這些飛彈都瞄準了台灣的東南的空域 所以你看那個航路圖 共機共進是不敢接近這個地方 當然也怕遭到這一個誤擊 那更不要講這神秘的雄2E 這次也這一個對外試射 那讓這個媒體都捕捉到盡頭 那這些動作當然對於共機共艦 對台的畢竟有強大的這個嚇阻效果 那不要講說這引來更多的軍艦 除了我們剛剛講德國 荷蘭加拿大都來 這次最特殊的是 連義大利的輕航母加富爾號 都開到這個印太地區 而且這兩天就進入這日本的橫須賀港 這一艘這一個航母 其實他的盾位跟日本的出運號 差不多 不過他是屬於這一個等於滑跳式 上面這一次還帶了這個F-35B 跟AV-8B 這種都是屬於可以垂直起降的 這一個戰機 那首次訪日 那這也是過去來講 非常罕見的動作 而這一艘這一個航母 他編成了一個打擊群 之前其實陸續已經參加過 包含在澳洲七黑軍演 還有像這個 夏威的環太平洋軍演 這些都是以抗中軍演 為假想的這一個演習 那表示說義大利 都來加入整個印太的 抗中的這個陣容 那其實REAMPAC結束之後 還有一項軍演 今天訊息也曝光說 還有另外七個國家參加REAMPAC 緊接著又繼續 一場叫太平洋之龍的這一個 艦隊防空演習 參加國家也有七個 包含像美日 這一個澳韓 還有更特殊是荷蘭 義大利像這一次 都有參加 而中間我們觀察 荷蘭加拿大澳洲的軍艦 這一次參加太平洋之龍的演習 其實這三艘軍艦 先前都陸續穿越台灣海峽 所以你看穿越台海 跟整個印太之間的軍演 都有這一個直接的聯繫的關係 那背後腳掌底 當然都在防止中國 透過這個整個台海來入侵台灣 那另外美日 現在也要組成所有的幽靈艦隊 現在我們看到美軍在下位 已經打造第二支的無人艦隊 這幽靈艦隊 現在日本也要加入 共同用這個無人軍艦的方式 那以高強度的方式 如果就算是天候不佳的情況之下 也可以在周邊海上巡弋 那更特殊的是說美國空軍 那他的參謀長一位叫做Aaron 最近在一場研討會直接透露 美國明年夏天 美軍即將舉行一場 大概前所未見的一個 大規模重返太平洋的 這一個跨戰區的空中實戰軍演 那這場軍演其實我認為 基本上一個是做給中國看 其實某個程度 也是秀給川普看 因為剛剛才談到說 川普說美國離台灣距離太遠 可能支援不到 但這一場 美國空軍主敗的這一場 跨國跨戰區的軍演 那他就是要同步 那從美國本土還有阿拉斯加 還有甚至從夏威夷關島 那所有的這一個 太平洋周邊的美軍基地 同步發兵 那向西太平洋前進 那這一個動作等於說 在展現美國空軍 他的一個空中這個 等於說兵力投射的能力 迅速在幾天之內 就可以把大規模的軍力 部署在台海周邊 所以川普其實應該去看一看 這個訊息 那就可以知道 他收到訊息其實是錯誤的 那未來等於說 就算 川普執政 那美國空軍 這意見我相信 他也會 必須要尊重 那另外這一場軍演 那採取這個先前 他們其實驗證兩三年的 這個彈性戰鬥部署 那要結合美澳的護衛軍刀 其實可能還有其他的 跨國的聯合軍演 那甚至他的規格 那些號稱 比美國空軍其實 非常著名的實戰軍演 叫紅旗軍演 那還有一項護衛軍刀 都會比他等級要高 那其實在這之前 今年已經現在做這個模擬 那上個月其實是 有一場軍演 那就在做這個跨規模 跨戰區大規模軍演的這個熱身 這一場叫做竹鷹2024之三 那總共有美英澳三個國家 出動了150架戰機 而且中間 不管是F-22A F-35A 這最新的戰機之外 出動了E-3的預警機 甚至KC-135加油機 那更重要是說 美國空軍其實先前 已經陸續組織幾個 假想敵中隊 甚至有一支叫D-65 這個假想敵中隊 他是首次用F-35A 那來模擬 這一個共軍的 這個殲20逆重戰機 那等於進行 所謂的這一個使兵隊 這個假想敵的對抗 那這個部分 就是在做一個長城的 實戰空戰的演練 那另外還有包含像 這兩天 這一個美國媒體報導說 這個拜登在3月份 秘密批准了一項 這個機密性等級非常高的 一個新的 這一個核武戰略指導計畫 這個指導戰略計畫 講到說因為機密性等級很高 那可能只能看出端 你不知道實際的內容 不過因為先前已經有徵兆 就是說今年6月的時候 其實美國國安貴 負責主管軍控 核武軍控的這個主任 就透露說 這美國考慮要增加核彈頭的數量 我們當時也講過 那主要就針對 中國的這個核武的擴增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值得觀察 因為從這核武的政策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總統 在選舉時跟上任之後 其實有時候做法會剛好 會不一樣 譬如說拜登在上次大選的時候 他針對核武的問題 他是不贊成說 美國繼續花大錢更新 或擴張核武 但上任之後 你看他做的完全相反 那包含像 這一個過去來講 一勇兵三型 這是他美國的 這一個陸基核武的殺手艦 那這一型的飛彈 因為服役是50年 本來要進行更新 那結果拜登本來想說 不要花大錢 用所謂嚴授計畫就好 結果後來 反而轉變成 直接換新 換成最新的哨兵 洲際彈道飛彈的這個發展 那另外像空射型的 B612 400枚的 這一個戰術核彈的這個更新 本來拜登也是反對的 但上任之後反而他也同意哦 還有包含像 這個川普過去曾經 其實哦 川普是非常相信核武的 這一個威責的能力哦 你看他每次在嗆北韓金小胖的時候 我桌上的核武按鈕比你還要大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川普基本上 他認為拳頭大的就贏 所以他對於核武的這個發展 絕對是全力力挺 他在任內有一型叫 這個W76的MOD2 就是說本來哦 部署在二害二級 這個潛射戰略核潛艦上面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哦 本來他是屬於 戰略性的核武哦 硬梅是 這個核當量是非常的 這一個威力非常驚人 可以毀掉一個城市哦 那他後來認為說 因為這樣核武動用的機會不大 因為可能會保證相互毀滅 所以把它改成戰術性的核武 就是說他的威力稍微小 但是可以對對方 進行警告跟致命性的打擊 那本來這個核武 呃 這一個拜登本來也是不認同的 但他上任之後不只繼續 結果現在傳出最新哦 有一型叫這個SLCMN哦 就是說潛射或這個建設的 這個核武巡弋飛彈 他也本來突然開了綠燈 本來他是反對的 那這一型的巡弋飛彈就是先前哦 其實金融時報不是透露說 只是俄羅斯過去哦 曾經哦瞄準32個這個 歐洲的國家都市哦 那用這一個所謂建設的 這一個帶有核彈頭的巡弋飛彈 要把他這個進行 如果要必要的時候要進行打擊哦 那美國本來缺乏這樣的一個 攜帶核彈頭的建設巡弋飛彈 結果連拜登現在也開了綠燈 所以其實我們在觀察美國大選 當然跟國安部分的政策 現在政見當然 呃對外說的是一回事 但是真正上任之後 有沒有受到整個環境的影響 甚至以美國利益為優先哦 那這些可能都值得觀察 好那美國大選打得如火如土的同時 事實上俄物的局勢也還在變化 俄物的局勢直接影響到普丁跟美國大選 對你知道在這個烏克蘭的 進入到俄羅斯的境內之後 我們知道從8月6號開始 一到現在大概將近有快三週的時間哦 那這時候烏克蘭已經大概將近 佔了1263平方公里左右 當然現在俄羅斯占領烏克蘭的 國土了將近有四個州 那這四個州將近是有九萬平方公里左右 要去交換來講的話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烏克蘭持續的會用美制武器 來進攻俄羅斯的相關地方 這是可以確定的事情 再來是澤倫斯基現在人在蘇美地區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他說因為我們進入到庫斯克之後 結果就建構一個緩衝區 這個緩衝區呢 使得在蘇美地區的這個包含 平民居住的地方呢 就可以形成一個前面一個緩衝區 讓俄羅斯的這個部隊 或者俄羅斯的飛彈來講的話 要進攻這個地方就趨於緩和了 這代表一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哦 澤倫斯基就是在用普丁的戰法 因為普丁之前有嗆聲過 澤倫斯基說你竟然打到我這個 俄羅斯境內的這個油庫 或者是補給庫來講 我就要進攻你的這個烏克蘭的領土 進一步建構緩衝區 但是現在反而是澤倫斯基進入到俄羅斯的境內 去建構所謂的緩衝區 我們知道說剛剛有些畫面哦 可以持續的看到 包含這個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這是位在福爾加格勒州的 大概距離這個烏克蘭邊境300公里左右的 這個空軍基地被摧毀掉 用的就是美智武器 另外呢 還有布洋斯克州這個地方 也烏克蘭進入到這個地方去進行掠奪 那這個做法也是使用美智武器 還有就不用講的 庫斯克 庫斯克州這個地方呢 當俄羅斯的部隊在建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渡橋的時候 結果浮橋的時候 結果就被這個烏克蘭用美智武器 把三個浮橋的地方全部都炸掉 這些做法呢 我們大家都在探討一件事情哦 當台灣也拿到美智武器的時候 如果中國用的都是二字武器 中國自己研發的都是 依照俄羅斯系統來講的話 那台灣用的美智武器 是不是跟烏克蘭所用的美智武器 是差不多一樣 今天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所訂購的 十一套海馬斯多關火箭 今年年底準備到台灣來了 而且準備部署在中南北部 那現在烏克蘭用的就是 海馬斯多關火箭 去炸掉這些浮橋 那我們可不可以同樣的 也用海馬斯多關火箭 去炸掉福建的 或是炸掉浙江的等等這些 這些地方呢 相對來講的話 引燒以前的第七艦隊 會到台灣來 是為了要防止 蔣介石越過台海中線 然後去進攻中國大陸的 如果今天來講 美國開了綠燈給台灣 或是開了綠燈 現在已經開了綠燈給烏克蘭了 他可以進入到俄羅斯來講的話 相對的 如果中國要攻擊台灣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 直接攻擊到中國的這個領土那邊 然後來進行所謂的交換呢 要嘛就是威嚇的概念 就是嚇阻的概念 就是讓你不要輕舉妄動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烏克蘭的戰法 其實台灣要必須關注了 因為他用的全部都是 台灣目前可以有用的東西 包含F16 包含海馬斯多關火箭 包含所謂的JDAM 包含所謂的ATA CMS 這些所有東西 都在戰場上出現 那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觀察到的 澤洛斯基他進攻到俄羅斯 俄羅斯境內的這幾個州 都是在烏克蘭邊境的這幾個州 大概有將近有四個州 現在都已經在進行活動 那這也讓普丁非常感到 非常恐慌 為什麼呢 他甚至還要求 這個宣傳部門 告訴這些 酷斯克說 你們這個軍民要形成一種常態 什麼常態 你們被外國佔領了 所以這個你們要接受 這個概念來講 然後就說 你們就是這樣子先緩緩 我改天有時間有能力的話 我再來救你們 而且他要求這個 所謂的參謀總長 這個俄羅斯軍隊 把烏克蘭軍隊趕出去的時間 竟然是在十月以前 你想想看 如果俄羅斯有能力 可以驅逐烏克蘭的軍隊來講的話 現在是八月底 為什麼要等到十月才驅逐呢 那十月來講的話 俄羅斯要舉辦金磚五國的高峰會議 習近平到時候也會出訪到了這個 這個俄羅斯 現在來講 李強 還有這個 中國的這個 陸軍司令員 李喬敏 也都在俄羅斯訪問 什麼意思呢 中俄他們會因為這些事情來講 可能更加緊密哦 但是呢美國來講背後呢 在協助哲倫斯基來講 現在美國國內在選舉沒有錯 但是他們必須要力挺哲倫斯基 因為我們知道說 美國國會通過的預算來講 力挺三個國家 一個就是什麼烏克蘭 一個就是以色列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 所以最近來講呢 所有的軍事合作關係來講 都是針對這些戰場上 可能會出現的這些危機而言哦 但是我們又看到 中俄之間的結盟體系 更加的緊密的情況之下 使得普丁好像肆無忌憚了 為了什麼因素呢 就是說中國我在想說 他這個李喬明到俄羅斯去訪問的時候 是不是會跟中國 普丁會跟中國提說 哎你是不是我兵員不夠啊 因為有人評估說 2024年年底的時候 普丁可能要再次國家總動員哦 那這時候資金不夠 人員不夠 是不是因此中國要聊了 去中國要去協助俄羅斯呢 其實這個局勢正在變化 如果說力挺錯方的話 現在很多西方媒體在評估說 中國你壓錯保的話 會影響到整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好那確實10月份哦 普希會不會再見哦 是存在著變數 然而在美國大選當中 民主黨的全代會上面 事實上嘴了郭台銘的 威斯康星州投資 董老師剛剛看到的影片哦 是民主黨做的 民主黨的全代會上面哦 把郭台銘跑到威斯康星州的 這個投資案後來碰轟哦 拿出來嘲笑 是的這個事情哦 其實他應該永遠都是鴻海的痛 是郭台銘的痛 而且我覺得是一輩子跑不掉 那我們回頭來看這個 這個這個民主黨的全代會哦 可以說是大咖齊聚 重心雲集嘛 那個這個好久不見的歐巴馬 好久不見的柯林頓 跟希拉蕊 大家都出現了 賀錦麗發表了重要的演講 賀錦麗的這個演講 可以分成三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 當然一開始就講他 人生成長的故事故事 這是提中應有之意嘛 他的這個印度裔的這個媽媽 他的亞馬加裔的爸爸移民到美國以後 生下他辛苦的生活 一路的奮鬥 然後呢他就是在他說的 賀錦麗說的高中的時候 他的高中同學被性侵 所以呢他那時候立定志願要當一個法律人 結果呢果然做了檢察官嘛 好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說今天他要問鼎大位 他才發現中產階級的重要性 因為他就是出生在中產階級 不止於此他還從美國的小鎮 一路的走到了國際的舞台 這個就是美國價值 這個就是這個美國精神 他就是代言人 好這是這是第一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當然是集中火力批評川普嘛 這裡面包括他認為川普不是一個認真 嚴肅的人川普干總統的時候呢造成了混亂 川普的在選總統的時候選舉的時候呢又造成了暴動 對不對他現在官司殘身 然後呢他不保護婦女權多胎的權利 他眼中沒有平民他只他只對那個富人減稅 他講了一堆 好第三個部分就是外交跟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賀錦麗倒打一把 川普不是說嗎 我跟習近平跟普丁跟金正恩都很熟對不對 我沒有問題的 結果你看賀錦麗怎麼倒打一把 他就說賀錦麗說我永遠不會去討好像金正恩這樣的暴君跟獨裁者 你知道那些暴君跟獨裁者為什麼那麼支持川普嗎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只要奉承川普 只要給他恩惠給川普恩惠 就可以操控這個川普這個人 所以難怪他們支持這個川普 這個倒打一把 整體來說我覺得賀錦麗的這一篇演講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演講 即便他還沒講到具體的政策 可是他很清楚的把它跟這個川普的這個差異性對比 把它呈現出來 講完了以後對不對 氣球彩帶 這個飄揚全場歌舞 這個歡唱 好像個嘉年華會 這很有這個民主黨的style 這讓我想起我好熟悉 2016年希拉蕊 她的這個造勢大會 哇這個氣氛這個場景都很類似 可是正式提名上了戰場之後 才是賀錦麗嚴格的這個考驗在開始 還記不記得2016年的那場選舉 川普一個人 川普是一個人的武林對抗這個希拉蕊 還有一個團結的民主黨 一樣嘛民主黨的兩個前總統都出來了 對不對 站在這個候選人的後面 川普後面有誰 川普後面沒有一個共和黨大佬 老布希小布希在2016年的時候都不支持川普 所以你看川普還不是打贏 重點這個是美國的競選口號 笨蛋 這個經濟才是好才是重要的問題嘛 經濟學人的這個文章就很有意思 簡單的說 他認為賀錦麗的這個他的經濟政策 只比川普好一點 但無法解決 不但無法解決 這個美國的通貨膨脹的問題 而且可能會有反效果 弄巧成拙 他們去經濟學人去詳細去查了這個 這個賀錦麗的四大主張 四大領域 第一個住房的問題 住房問題賀錦麗提什麼 提什麼政見 哎 政府出資來建造這個房屋 類似我們台灣的社會住宅嗎 類似新加坡的公屋嗎 然後他要建多少套 300套 300萬套 對不起 300萬套 美國嗎 而且他要給這個手購足 房屋手購足 減免25000塊的這個 頭期款 美金喔 好 這是住屋的主張 那那個雜貨的價格怎麼辦呢 賀錦麗說這個簡單呢 他會立一個法律禁止漲價 喔 這樣子喔 好 這是二 三 醫療 醫療很簡單啊 他要降低美國的醫療費用跟藥品費用 好 過去其實拜登就幹過了 要降低喔 他只要一降低這兩項費用 美國的保險費馬上上漲 好 第四個減稅 現在講的跟真的一樣 美國的這個財政的赤字 佔他們現在GDP將近超過7%了喔 這是非常高的喔 順便講一下畢國 我們我們的財政赤字佔我們GDP 從3%已經降到1%了 3%到1%之間喔 美國是7%喔 而且美國的國債 它是一直在上升的喔 所以呢 經濟學人才會質疑說 你這一套左派的經濟邏輯 你是一個反全球化的經濟思想 你是走向自我毀滅的 所以說呢 你可能不但沒辦法解決通膨 你還會弄巧成拙 月中確實經濟議題喔 也是一個攻防的核心 所以郭台銘的投資案 才會被拿出來嘴 沒有錯喔 這個真的就如剛剛前面提到的 真的是永遠的痛啊 你怎麼擺脫不了嘛 雖然說紅海出來解釋過好幾次 可是呢就數據上來看 當初你要到威州 你說你要投資100億美金 你要雇1.3萬個人 那就紅海自己之前發佈的數據說 現在我其實投資了10億美金 我雇用了1000多個人 數據上一定有落差嘛 那更不要說呢 你當初撥了這塊地給你 結果你居然把一塊一部分呢 轉賣給微軟 好 那微軟呢 在今年5月在那邊蓋了這個資料中心 人家拜登還去剪彩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那些話 然後才會有這一次民主黨 把這影片拿出來做嘛 所以這個是不爭的事實啊 好 那當然呢 更重要的是大家現在看的就是一個 晶片大戰的問題啊 你看到這個最近這個 Counterpoint Research 這個資料中心呢 做一個最新的第二季的全球晶圓代工的調查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到 欸台積電當然是繼續領先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它的市占率一直在往上攀升啊 它是去對比去年的第二季 那去年的時候台積電的佔比是58% 現在已經上升到62% 那排名第二的當然還是繼續三星 去年市占率是12% 那今年上升到13% 好 可是要講到的是第三名的部分 這個第三名的部分 台灣的媒體這邊數據上其實是有點錯的 所以我是找找到那個Counterpoint Research 它的原始資料 其實第三名是我們台灣的聯電喔 它在去年的時候呢其實只排到第六 雖然市占率都是6% 但是在去年的時候包含的中芯 包含的這個GlowFound 都排名都是在它 市占率都在它之前好 所以也就是說市占率不變的情況之下 但是呢中芯跟GlowFound的市占率是在往下掉的好 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 那就整體的整個半導體代工市場呢 第二季即增9%年增23.5% 也就是說整個市場成長的很快 可是大家再注意到一個重點 Intel不見了 Intel沒有排名在前10名 當然呢它這幾年的狀況很糟 從2021年以來 每一年的虧損 就是只有這個金元代工的部分 虧損都是50億美金起跳 在去年全年虧損到70億美金之多 今年光一個上半年又虧損了53億美金 所以它今年有可能全年虧損到100億美金以上 所以Counterpoint就直接把它除名掉 你沒有資格來排名的 那再來呢另外這個彭博的這個調查也很有趣喔 彭博在調查台灣呢 從這一波這個Chain GDP發表以來 就是2022年11月以來呢 台灣因為AI賺大錢的富豪 給大家一個總體的數據喔 這些富豪呢 光這幾個月就2020年11月到現在喔 大概20個月左右的時間 整體的財富增加87% 增加的金額是高達498億美金之多 那其中呢排名第一名的就是 廣達的林百里喔 他這20個月呢 他的整個財富增加了一倍多喔 這是個很誇張的數字喔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 廣達的股價其實還上漲了29% 他即便之前市場有一波回檔喔 好那不只是林百里喔 他在彭博的報導裡面講到 欸這個副董事長梁刺政也是很厲害喔 甚至呢國際的陳太明也很厲害說 這幾個人呢在台北買了豪宅高達1.2億美金 我覺得應該是加起來啦 台北應該沒有一戶1.2億美金的房子喔 他特別講到這個梁刺政呢 說他不斷買豪宅 他還有一個北拉米塔的購物中心 價值2.4億美金 我覺得那個應該不只2.4億美金喔 好這題外話 那欸這個彭博真的很厲害喔 他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說台積電去到哪裡呢 當地的房地產就會大漲價 欸這我彭博真的是有研究喔 不過他舉的例子我就覺得 真的是有點不太對喔 因為他舉的是台北內湖的地價 可是大家知道台積電在內湖 並沒有長半嘛 但是他說內湖呢這一年呢 漲價了12.5%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台灣的最新的這個彭博的富豪排行榜 第一名就我們剛剛說的 林百里117億美金喔 第二名是富邦的蔡家兄弟呢 是107億美金 第三是郭董郭台銘104億 第四名是這個鴻福協業的這個 張聰淵101億 再來是第五名是國泰的蔡家兄弟 再來第六名是日月光的張家兄弟 第七名是鼎心的魏家 那第八名就是國劇的陳太銘 第九名是旺旺的蔡也銘 那第十名欸大家比較少注意到的 是長春化工集團的創辦人林書 好提供大家參考 好那再回到中國的狀況 中國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就是很多的上市公司的這個財報有問題喔 結果中國現在就下令要下市 而且光今年你看才過多久而已 已經40家下市了 對比去年全年也不過45家 今年已經40家 而且有9家也準備要下市了 那下市的規則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股價跌到很低 低於一塊人民幣之下 就要就得下市喔 那會有這一波的下市場 其實很這個媒體提到 主要是2021年中國大幅放寬IPO的規則 導致一些阿貓阿狗都可以上市喔 所以以前一年大概就是幾十家上市公司 結果2021年一開放之後 一年現在500家上市 當然一大堆亂七八兆的公司 那再來就是中國的金融業也出現了很大問題 現在有一個很誇張的就是 長安銀行呢 本來是這個浙江優策投資基金的 這個保管銀行呢 他存了12億多的人民幣 在這家銀行裡面 結果這筆錢居然不見了 只剩下8萬多塊人民幣 錢到哪裡去呢 現在被查出來說 這筆錢被轉到陝西的一個投資機構去 現在問題就來了喔 如果對基金熟悉的話 這個保管銀行的保管帳戶的錢 按規定你就是只能轉一個地方出去 你不應該轉給 不能投資不屬於投資的這個部分喔 這個擺明有人掏空啦 對所以但是長安銀行就說 哎呀這個是這個浙江這個優策基金 他們下令給我們的 可是這個浙江這家基金公司說 沒有不是我 那現在變成一個羅生門喔 好那也不是只有這家銀行有問題喔 另外其他銀行就是財源啊 或者是減薪喔 像普范銀行要採一千六百多個 平安銀行要採兩千兩百多個 那建設銀行是要加薪喔 還有一個很大問題是 很多的銀行的高管現在都被調查 所以這是中國未來金融業的風暴 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爛尾龍 可是爛尾龍講的我們都不想講了 可是現在中國現在出了一個很新的名詞 叫爛尾玩或爛尾孩 欸你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小孩怎麼會爛尾 對好這就是問題齁 中國人已經都不太想生小孩了 所以人越來越少那也就算了 現在呢生了以後的念了書 尤其大學畢業結果找不到工作 叫你繼續念研究所 研究所念完還是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呢 失業了好最後就躺平 那不就是爛尾嗎 所以呢那就是說中國現在這個現象非常嚴重 所以爛尾孩或爛尾娃成的中國一個新的名詞 彭夏大哥也因為中國的經濟在惡化 所以包含鄧小平的120歲名誕 這個習近平仍然要再度強調要忠誠要反台獨 這個鄧小平120歲的名誕 這個習近平怎麼講 他說我們要落實我們要深化這個鄧小平的 這個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 然後要做建設一個強國 反台獨 坦白講鄧小平那時候哪有講說建設強國 他說要韜光養晦 他說絕不稱霸 中國現在為什麼會成為爛尾 最主要的問題不就在於說美中關係的惡化嗎 美中關係的惡化是誰造成的 當然習近平則無旁貸 各位要記得1979年 美中剛建交的時候 鄧小平特別第一個就訪問美國 當時他訪問美國 造成美國轟動啊 你看鄧小平 只有150幾公分啊 人家家戴個德州牛仔帽 好像在那邊耍寶一樣 他這個跟大家 這個有說有笑的 為什麼 社科院的副院長問他 為什麼你這麼重視跟美國關係 他說全世界跟美國搞好關係的 都富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你現在換言之說 你跟美國關係沒搞好的 都窮下去了 第二個 鄧小平 除了改革開放政策以外 他很重要的 他強調了幹部的這個 所謂的任期制 他在1980年4月23號的時候 特別提出要廢除幹部的終身制 這個任期制 這個任期制 就說你不管什麼 你幹完兩任就要下台 這個 胡錦濤 遵守 這個 只有誰不遵守 習近平不遵守 習近平呢 為什麼他會跟美國關係搞不好 主要就是戰場外交嘛 主要就是 他啊 要隔著太平洋 跟美國分享太平洋 要跟美國爭霸嘛 都是跟鄧小平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的目的在哪裡 很多人都講 他是為了 使他的任期 能夠突破那兩任的限制 為了讓習近平能夠 終身當 國家元首 當這個黨的總書記 結果他就這樣子啊 搞的這個 這個美中關係 回不去了 造成現在大陸 最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中國夢 啊 就是啊 這個 呃 祈禱鄧小平 顯靈 啊 早點結束 習近平的這個任期 不管是用中風 心梗 或者是 都OK 所以一天到晚 有人在網路上詛咒他 對 就是為什麼 他是全中國最大的老賴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周時 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 IG臉書 Twitter Telegram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 追蹤收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meets ei 回nek 我們